这是发生在2019年前后的事 那是我人生中最阴暗的日子 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压力 我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和轻度的抑郁 回去按时吃药 一定要休息好 别熬夜 医生给我开了很多药 好 谢谢大夫 好在我男朋友一直陪着我 我们经理今天发信息给我 说我如果再请假就不用我了 他家是当地的 而我是农村出来的 那不正好吗 可以在家安心休养 我的压力有一部分也是来自于他 我不上班你养我呀 因为他家里并不是很赞同和我在一起 我养你啊 他家里更希望他能找到一个当地的媳妇 我妈让你下周去我家吃饭 为什么说我那个时期是至暗时刻呢 是因为我的工作也不顺利 男朋友在那时给了我很多鼓励和依靠 我有点害怕 你妈好像不喜欢我 我喜欢你不就行了 你跟我过日子 又不是跟他过日子 我也是真的想和他结婚的 可是 我就选择了错误的时间 去见了他的父母 那天的饭菜很丰盛 而我都几乎没怎么动筷子 你们两个都还年轻啊 婚姻大事还得多考虑考虑才行 他母亲虽然没有直说 可话里话外都是希望我们能分开 你父母都还在农村吧 以后都得你们照顾 这负担多重啊 甚至是觉得我配不上他儿子 而我男朋友也没有维护我 看得出来 他还挺怕他妈妈的 你放心 我妈肯定会改变对你的看法的 在送我回家的路上 他安慰我说 以后他会好好工作 而我 觉得这样 即使结了婚日子也不会好过 大概在两三天之后吧 那天夜里我吃了助眠的药才睡着 刚睡下就被手机的震动声吵醒了 是男朋友发来的信息 他原本是想和他妈妈好好说一说的 结果说崩了 在他妈妈的微迫下 男朋友想分开一段时间 也就是分手 我崩溃的大哭 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没有了 我都不知道哭了多久 一直到脑子麻木了 累得睡了过去 睡着后 我突然感觉 屋子里多了一个人 可我却睁不开眼睛 也动不了 也看不清他的面目 他走到了我的床头 开始用一种奇怪的语调 在我耳边说着话 是不是很绝望啊 根本就没有人关心你 也没人管你的死活 他每说一句话 我的心就往下沉一下 你爸妈从小就恨不得你死掉 好在生个男孩 他说的没错 我就不该再活在世上 你男朋友早就想和你分手了 因为你让他觉得很累啊 从小到大都没人认可我 也没人喜欢我 包括我的父母 你在这个城市都多少年了 既买不起车 也买不起房 这要混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而我三十多年的人生 也一事无成 何必让自己活得那么累呢 我可以帮你啊 那一刻我只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来 给你这个 他扶了我一下 我坐了起来 接过了他手里的绳子 我抬头看了看屋顶 根本没有可以拴绳子的地方 他把我扶了起来 走到了床头 把绳子的一头拴在了床头上 我心里有一个念头 我不想死 可身体却不听使唤 他把绳子绑了个套 递到了我手上 我把头钻了进去 身体往前一倒 把绳子拉紧 一瞬间 我就喘不动气了 翻了白眼 意识也模糊了 就在我还有一点意识的时候 听到了沉闷的敲门声 由远及近 由模糊变清晰 我意识也变得清晰了些 我看到了天花板 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小慧 你开门啊 小慧 而敲门的是我男朋友 他在外面又是砸门又是叫喊的 小慧 你开门 小慧 我环顾了一下屋内 并没有什么人影 我觉得 自己是做了一个梦 一个噩梦 我下地 开了门 小慧 我离不开你 一个都离不开你 我男朋友直接扑了上来 给我赔礼道歉 说他不想分手 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他那晚的到来救了我的命 也拯救了我的生活 我们结了婚 他妈也渐渐地接纳了我 我也找到了新的工作 在某一天 我看到了一条新闻 有个年轻人因为压力大自杀了 而他自杀的方法 和我那晚梦到的一样